好 继续来看到瑞穗香农会文旦加工厂 2022动土辟件期间 碰上了缺工以及建材原物料上涨等等的问题 经过追加经费重新调整之后呢 18号进行新屋上凉仪式 照高辟件工程进度是进入尾声了 那么农会总干事表示 如果后续验收申办使照等作业顺利的话 预计最快今年的7月底进驻启用 为瑞穗香农会农业推广中心 及农产品集货厂新建工程上涨典礼 瑞穗香农会三巨头 理监事会人员与施工单位代表 持相祭拜 敬谢众神庇佑 瑞穗香文旦加工厂 暨农业教育中心新屋上涨 同步照高辟件工程开始迈入最后阶段 这就代表我们整个组结构已经完成 那接下来就是一些内部装修的部分 那也预计在4月底会完成整个验收的部分 那验收完之后 只要实用执照取得的话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设备的一个进驻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8月的时候 就可以来进行我们整个文旦的一个加工 那我相信外界也很期待这个加工厂 2022年10月圣打动工僻件的文旦加工厂纪农业教育中心 面临缺工以及建材原物料上涨工程进度受阻了近6个月 说信经过农会追加预算重新调整后 18号也顺利完成新屋上涨仪式 若没有问题 预计最快在7月底正式进驻启用 文旦的加工的部分 那预计两个月就可以完成 那其他闲置的这一个时间的话 我们会再规划其他的这个加工产品的这个加入 比方说像我们的这个茶叶的部分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农特产品的部分 我们希望都能够利用这10个月空档的时间 来协助我们农友的一个加工的部分 那除了加工厂的这个设备之外 我们在农会推广部的部分 那也有一些这个加镇教室 或者是体验教育中心的部分 我们陆陆续续都会把这个设备把它完成 那将来在食农教育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利用这一个场域来推广 在农业部与县政府的补助 以及农会配合款的支持 赤资3000多万元 批建的农会农业推广教育中心 除了是以文旦又加工厂为主 由于瑞穗农产蔬果、茶叶、咖啡、凤梨等农产种类 丰富多元 农会未来也将会朝向多功能、多元化的农产业加工等服务来发展 记得时宜蓝瑞穗采访报道 则也将同学会发展